今天主要就是线上打的不是特别好 然后在我们比较有劣势的时候 然后就什么想打也没有同意起来 然后就有算给对方的机会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游戏里面的沟通 包括就是互相的配合上面需要更多的加强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也一起没有打很久 还有很多时间嘛 因为我们也没有磨合多久 我觉得这次得杯可能就是怎么说就练兵的感觉 所以说接下来的训练当中我们就是在团队配合和沟通上面 包括BP的选人阶段 我觉得我们也要更多的捧手吧 新的一年新的一天你回到JDG拿下了新年的首胜 这次胜利想问一下跟此前感受相比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今天是元朗节吧也是新的一年 然后能在新的一年一下比赛是个好的开始吧 希望最后越来越好 是的也是一个旗开得胜的好一头 那这次回到JDG之后呢 有新的队友也有老的队友 想问一下再一次一起并肩作战 对于新的赛季有没有什么目标和期待呢 目标就是希望能拿很多冠军 希望能拿很多冠军哦 要抓住我们的重点词汇 那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比赛啊 在今天比赛当中呢你发挥是非常亮眼的 首先第一局拿到了沙皇拿下的MVP嘛 最后呢你们是靠一个炼金龙魂团拿下比赛胜利 想问一下那一波团战是怎么样沟通和配合的呢 因为我们一直是破口游戏嘛 就这边开篮并不多 然后我们就想着先破口一下 然后等他们急了就我们就打钱了就好 找前排的机会也是非常亮眼的发挥 表现很出色 接下来呢来到了第三局 第三局刚刚其实也听到 大家都夸你的Niko玩的很好 那局Niko呢虽然说没有拿钱MVP啊 队友的发挥也很出色 可是你的大招放得很好 保底大到两个人 那你对于自己这一局Niko的发挥有没有什么样的评价 侥幸而已 侥幸而已 非常地谦虚 但是大家对你的实力其实是有目共睹的 接下来比赛呢就来到了决胜局 我们听到了战哥 JDG呢也是保持了今天蓝色方不败的一个神话嘛 没有被红破蓝 那来到第五局BP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呢 大家就发现感觉有点像版本vs绝活 对面掏出了三首绝活 比如说德莱文啊 其他等等 那你们这边拿到的是卢娜等 赵姓或者是一些版本强势英雄 想问一下BP做完之后 感觉这局比赛会稳吗 就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就也猜到他们 就因为别人聊以后嘛 所以说也猜到他们会选 就那几次吧 然后 但我觉得我们好好打是可以 嗯好好打 稳扎稳打也是比较了解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而且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非常多亮眼的发挥 其实到最后一局一开始 你们是一个优势嘛 但最后呢 我们的Shear被对面这个反蹲 当时差一点变成了劣势 最后是怎么样找回优势 拿下决胜局的胜利的呢 嗯 因为我们阵容 后期还是 比他们厉害一点嘛 然后我们还有水龙魂 就打算好好拉扯 然后 打到后期 我们甲格斯专卫 就会好好打算 是的 还有个保底龙魂在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高高 今天也是2024年的第一天 有没有什么新年祝福 想要送给我们的粉丝 还有召唤师们 有个小小的要求 可以分别用一句话和一个小动作 来送祝福吗 嗯 就 希望大家在新年年 更加开心吧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 如愿一尝财富自由 财富自由 那小动作可以来一下吗 点个赞 比个心 哇 谢谢 谢谢高高 也让大家 做一件三年的万事如意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 好 我们士惠福 快点 感觉 快点 快点 快点